大家好,今天想分享折瓜煎蛋 台灣叫折瓜,而香港叫脆肉瓜 在台灣,折瓜很普遍是用來煎蛋 材料非常簡單 最主要是折瓜一條和一隻雞蛋 折瓜洗乾淨 抹乾 將它切頭尾 再切成一片片 每一片大約1cm 太厚就會難熟 太薄的話就沒有什麼口感 然後打一隻雞蛋 加少許鹽 有些人會用麵粉 我家裡沒有麵粉 所以我就用了玉米粉去代替 然後再放脆肉瓜上去 印一印 不過這樣 一來就比較浪費時間 二來粉也上得不均勻 所以我會用另一個方法 上粉 會快一點和均勻一點 脆肉瓜可能是黏住的 將它們分開一片一片 再倒些粉上去 搖一下篩 這樣脆肉瓜就可以很輕易地上粉 那些粉也會平均一點 在鍋上加些油 再將上粉的脆肉瓜 蘸些蛋漿 放進鍋裡 用中小火慢慢煎 看到下面的蛋漿凝固了 就可以翻另一面 翻另一面之後 煎多一會 想知道熟味 可以用筷子 刀一刀 如果很容易穿過 就代表熟了 然後我們可以再翻一翻 你看到兩面都金黃色 又可以被筷子刀穿 我們就可以拿起上碟 這個節瓜 或者叫脆肉瓜煎蛋 非常簡單 這樣煎的脆肉瓜 還保持一種爽口的感覺 裡面很多汁 而外面又有一層薄薄的蛋 有個蛋香味 這道菜又簡單又好吃 而且還很健康 有興趣不妨可以試一下 我們在這裡 我會有很多個蛋 有些蛋糕 很難看 這邊就是 他要做的 我會做的 有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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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